為止 大家好,歡迎收看東漳西網 因為受到高溫觸發 今天下午局局在雷雨交加 尤其是張軍澳這邊 還有超級大雨 還有禮物從天而過 對, 大雨下看到一粒粒白色的物體 從天上掉下來 到底是什麼? 原來是冰箔 短短十秒起碼有超過幾十粒 拿上手看, 也有大約一大粒 有網民說出街叫凍飲 可以不用花錢 這個說法真是挺搞笑 但如果選擇餐具就不開玩笑了 隨時扔從口入 近年可摺疊式 直膠食物盒同杯的出現 深受大飯一族歡迎 輕身又有不同款式選擇 用完洗乾淨後摺起來 就可以放進袋子, 夠方便 同時又可以減少使用 積氣塑膠餐具, 一舉兩得 不過近日, 銷委會測試了 十四款可摺疊直膠食物盒和一杯 發現其中超過六成樣本的 可揮發性有機物質含量 超過德國規限 市民用的時候, 有擔不擔心呢? 擔心, 膠的東西很難說的 你不知它的雜質是怎樣的 擔心不用, 釋出不好的物質 你吃下去也不好 不過也有市民用得證明 我不擔心, 我會等熱的東西進去 我冷凍就是等下去 我不會用膠的東西來蒸 還有放進微波爐 我不會全部都是用這個東西的 我相信一定有這些東西在 我相信也會盡量避免, 可以這樣說 這次的測試結果 最重要是看回可揮發性有機物質的含量 有一個物質叫植氧丸 它是一個比較微粒的分子 如果它過多的話, 就會遷移到我們的食物 根據海外的研究顯示 如果是長期接觸這些可揮發性有機物質的話 其實在一個動物的實驗裡發現會對肝臟有影響 首先購買的時候, 大家留意一下 有沒有符合到一些產品的標示的標準 譬如有沒有FDA、LFGB和GB等標準 或者是適用接觸食物的標誌 即是這個標誌 很多上班族都會帶飯 進食前就會用微波爐翻熱 而這次檢測的植氧食物盒樣本 全部都聲稱適用微波爐加熱 不過銷委會檢查產品標籤 就發現九款食物盒裡面 有六款產品的蓋都不適合用微波爐 也有產品簡直沒有說明 是否放進微波爐 最重要的就是千萬不要假設 食物盒和蓋用的物料都是一樣 因為就算盒是植氧也好 蓋可能不是植氧 所以當你要放進微波爐的時候 如果蓋不適合放進微波爐的話 就可能會令蓋變形 又或者甚至溶解 植氧食物盒的材質 容易令食物色素和氣味殘留 如果裝完濃味的東西 例如咖喱,那怎麼辦? 燒委會建議市民清洗的時候 可以用梳打粉或氣息的檸檬酸 浸泡一段時間再清洗 而且千萬不要用鋼絲刷和白潔布清潔 以免刮損表面 早幾年,很多巴士座位上 出現重針事件 都令人心惶惶 最近又有這些缺德的事 對,網上流傳了幾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看到背面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正面就是整顆釘穿過了一張椅 還突出了兩厘米左右 如果有乘客不留神坐下來 躺在椅子上就很容易受傷 幸好有乘客及時發現 告訴車掌才能守護其他乘客 而守護我們還有罷關者們 楓 今天麻煩你 要不是你的,我應該中了場 不用客氣,什麼都要加 最重要是平安 新劇《把關者們》之中 Madam One和楓sir的關係成為焦點 酷爆的Madam One 對已經有另一半的楓sir 似乎有特別情感 Madam One,你說 你是否心心眼,楓sir 我沒有 你沒有,但每次都很難 是因為起歌… 是因為起歌,我覺得所有事都是你 說得對,是因為每次去到 那些我孤獨的時刻 就起一首這麼感情豐富的歌 然後又要對咳嗽下去 其實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她沒有心心眼風水 她是斜啤風水 對,我明明是在討厭她 是 但你看的時候,有沒有自己心裡懷疑 不是,好像她真的會生我 這樣 我覺得有一點 她其實對我的好事很深情 很專一 但男人專一也不代表甚麼 其實有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說,其實我也是心心眼的阿楓sir 所以… 雖然…雖然我有老公 但…不是…不是那隻心心眼 因為阿楓sir和Madam One 在我們的學院來說 已經是很有名的 所以我們經常會把她們掛在嘴邊 其實我們全班同學都是心心眼的阿楓sir 對…原來你是… 沒有人心心眼的 原來你是這套劇的… 你是瘟神… 劇本要說,所有人都叫她Madam One 因為她是No.1 又笑她是瘟神 為甚麼是楓sir不說 是因為楓sir知道我不會叫她瘟神 我叫她Madam Wang 我是這樣稱呼的 其實你保護她 但你也沒有覺得我是No.1 所以你叫我Madam Wang 怎會不… 我不覺得你是No.1是因為… 你是No.1 我…是的 貝兒,那些學生年代 你會想起甚麼呢 我會想起很多書要溫 還有很多功課 是,現在的學生哥 不僅是書越來越多 還越來越貴 事關銷委會的調查發現 中小學生的書保費 平均日費用 比上學年高出5.30%和3.6% 比同期的通脹升幅還要高 我經常看到學生哥 要揹著這麼重的書包 也替他們辛苦 希望不會因為這樣 影響他們的脊骨健康 都市人經常都周身骨痛 究竟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忙 可以毛痛一身輕呢 Carly是香港常見的打工仔 因為長時間坐在這裡工作 開始出現腰痛和腳鼻 其實已經痛了一段時間 工作壓力一大 晚上睡覺都會痛 不知道是否因為麻痺的情況 嚴重了 睡得很差 然後早上起床也會特別累 會很影響第二天的工作 Carly因為她本身的情況 她的坐姿方面 跳腳 平時坐的時間長 跟她做了一個詳細的檢查 以及跟她照了X光 看到她的盆骨原來真是歪 明白了她的肌肉路損 還有壓到神經線 所以她就有腳、鼻和腰痛的情況 手法治療是治療腰背痛 非常有效的方法 而中醫和物理治療師 都聲稱會用手法治療 其實是否一樣呢 中醫會用針灸或推拿 還有物理治療師 可能會用拉筋、強化運動 甚至用肌肉筋去刺激肌肉 這些通常都是表面的 註冊者醫的 我們會針對骨架 因為如果不詳細分析結構 以及病人的病歷 很大機會可以弄傷她的肌肉 甚至關節 嚴重地來說 我們可以傷到她的骨和骨中間 的神經線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 Carly的情況終於有改善 試了兩、三次之後 麻痺的情況就開始有改善 之後教了我一些方法 在工作的時間 大概多久就起床 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去舒緩 你覺得看完整治療之後 是否真的有很大改善呢 是的, 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起碼我的麻痺改善了 我可以睡到覺 要怎樣才能成為註冊隻醫 首先要完成這隻骨神經科的課程 最多要多過四千個上課的時間 開始時要跟西醫讀的東西一樣 我們說的是中書神經系統 我們要讀病理學 以及我們要讀解剖學 最多步我們要學會 專業的骨科檢查課程 以及我們要收回很多的X光 磁力公診、CT、Ultrasound 去全面了解病人的結構 然後我們就在學校做這個實習 同時我們要考這個國家的職業史 當我們結尾這位資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香港的 衛生署旗下的脊醫管理局 申請做一個註冊的脊醫 回到東章西幕 最近有戲院因為這套戲太恐怖的關係 於是突設了一場開燈看片場 開著燈來看電影 其實看恐怖片是想害怕的 開著燈來看就不害怕 看來幹什麼,這件事很矛盾 也是,開著燈的話 怕的時候就不能騙在男生那裡 我不擔心沒有人讓你騙 我是擔心你看完恐怖片之後 怕會影響睡眠質素,那就大件事了 失眠是香港其中一個 最常見的健康問題 大約每十個人就有一個會長期失眠 而最近有一種飲品聲稱可以舒緩失眠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是什麼飲品這麼神奇 而這款飲品其實是由一位網紅推介 就是生菜水,大家是不是沒聽過呢 這杯生菜水也不算難做 先將生菜洗乾淨放入杯裡 再用煲滾的熱水淋上去 為了辟味,他還特地加了 胡椒薄荷茶包 所以至少會喝醬茶 沒有啤酒薄荷 不會讓我睡眠 浸了一會兒之後 就可以將生菜夾出來 這樣就沖好這一杯睡眠特飲了 好,來嘗嘗 這個網紅聲稱喝完就感覺到有點累 沒多久就開始睏 難道真是這麼快見效 我感覺到有點濃郁 好,不… 而他推介完之後 不少網紅都紛紛嘗飲 好,另一個更新 芝士已經破壞了 因為你的姊姊是… 生菜就吃得多了 用來沖水就真的沒試過了 是不是真的喝完就一碎衣甘神奇 它的味道又是怎樣的呢 剛才加了八、九塊生菜 去做這鍋生菜水 其實他這樣看 其實跟水沒什麼分別 不知道喝下去是怎樣的 其實喝下去的味道跟水是差不多的 不過就是有生菜味的水 其實它不難入口 因為它沒有苦澀味 所以比較濃郁 據聞,生菜水可以令人有較好份 是有根據的 因為生菜裡面含有一種 可以改善失眠的營養元素 其實生菜裡面有一個成分叫窩具腐素 其實這個的確對於睡眠有一點幫助 要有很大很大的份量才能有效果 而正常不會吃到這麼大的份量 據專家說,每一刻生菜 其實只能提煉到一毫克的窩具腐素 而每公斤成年人每天 需要攝取80毫克窩具腐素才能有效果 計算一下,即是一個60公斤的人 要吃4.8公斤的生菜才行 但是有人真的覺得喝完生菜水會睡得到 專家就說答案其實很簡單 生菜水純粹是用熱水浸水 其實溶出來的成分非常少 幫助睡覺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其實不是因為生菜,而是因為熱水 因為在淋睡前喝一杯熱水也有做放鬆 這樣就可以熱睡一點 如果想改善失眠 其實還有其他方便一點的選擇 與其周圍找偏方,又不知道合不合 不如簡單單試一下 令你能夠睡得到,又能夠睡得到的水果 就是酸櫻桃 優質的酸櫻桃,粒粒到鮮紅飽滿 而且大多數是來自土耳其 那裡是全球最大的櫻桃生產國 因為氣候溫和 土地肥沃 種出來的酸櫻桃真是特別吸引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將它和甜櫻桃 即是俗稱的車梨子混為一坦 它們是不同的 而新鮮的酸櫻桃在市面幾乎找不到 而且味道偏酸,很少當水果一樣吃 但它有些營養成分就比車梨子高很多 酸櫻桃來說,它的糖分會比較低 而維他命C較高 而且特別是維他命A會高很多 而酸櫻桃可以令人睡得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吞黑激素 有研究也指出 如果每晚飯後或臨睡前服用酸櫻桃 其實會有助睡眠 但也不是一天吃了就馬上可以幫助 看見一路路持續進食掃天 就開始有一個幫助睡眠的效果 吞黑激素其實是一種賀爾蒙 它可以幫我們調節生理時鐘 令人產生睡意 負責提醒大老,你夠時間睡覺了 如果大家都想吸收一下 酸櫻桃裡面的吞黑激素 韓國就有生產酸櫻桃汁 不僅在現代化工場製造 無加防腐劑 八十毫升就濃縮了 大約二十一顆酸櫻桃的營養精華 讓大家隨時隨地吸收 酸櫻桃其他有價值的營養成分 酸櫻桃是水果 所以當中都會找到 有豐富的抗氧化物 特別是花青素 它的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所以有抗鹽 也有很多對於心臟 運動、運動肌肉的回復 都是有一個好的幫助 其實想睡得好一點 吞黑激素真的能幫忙 而且在一些食物都找到 好像開心果、紅米、黑米等等 另外,麥包裡面含有豐富的色胺酸 可以令人體生產血清素 從而增加燉黑激素的濃度 有機會改善失眠 至於不少人的治癌 黑朱古力就有豐富的美質 可以穩定神經和情緒 幫助進入睡眠狀態 不過專家就提醒大家 吃得多又不等於可以吸收得多一點 好像酸櫻桃汁一樣 可以將營養精華濃縮起來 這樣可能吸收好一點 你想睡得好一點,就容易一點吧 四川盧洲市 在今天凌晨大概四點半左右 發生了六級的強烈地震 連去到重慶和成都市民都感受到 不可能因為四川以前 曾經發生過多次的地震 所以市民的手機和電視 都有這個警暴 在發生事之前 也有倒數和警暴系統 其實如果在這個事情發生的初期 已經有警暴的話 相信受傷經會應該可以減少 一防夜防,火警難防 新聞周不時報道電氣短路引止火警 而且這些意外往往是家居發生 晚上睡得這麼軟 大家又怎會察覺到電氣插頭冒煙 如果想提高發生火警時的逃生機會 可以考慮安裝火警偵測器 根據外國研究 在家居安裝偵測器之後 因為火警而死亡的風險 可以降低55% 而市面上一些手掌大小的 獨立火警偵測器 可以安裝在家裡不同位置 一般家居環境 最好每間房間和客廳 都裝上個煙霧式火警偵測器 安裝方法很簡單 首先放一顆電池進去 之後我們找回摺口位置 卡住它 然後拿箱面磁石貼,黏住它 再黏在天花板上就完成了 到底這些煙叉器是怎樣運作呢? 要請專業消防員幫我們示範 首先,我們準備了雜物放在桶裡 然後燒著它 之後再用濕木板蓋住 讓它開始無煙 模仿剛發生火警的情景 然後就看到煙開始慢慢升上天花板 橫向蔓延 當煙達到一定濃度 偵測器就會啟動 但是在一般家裡的情況下 這個偵測器會不會很容易響呢? 我們都明白了 市民在家裡可能會吃煙、裝香等等 但是正常情況下 這些程度的煙都不會觸發到偵測器 所以市民也不用過分擔心 我們還試過把偵測器放在一間房間 即使關門 在走廊依然聽到很響的警鐘聲 不過自己安裝這些火警偵測器 需不需要定期找人檢查呢? 這類電池操作的火警偵測器 需要符合國際或者國家的標準 最多可以使用十年 政府已經修訂了法例 市民現在就可以自行 而無需違反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為止進行安裝、保養 或者檢查這些火警偵測器 當有火警發生 尤其是處所內的人正在睡覺的時候 如果能夠在火警發生的初期 就能夠偵測到 及時的逃生 這樣就可以避免自命的災害了 死刺激 之子 死刺激 死刺激 死刺激